欢迎回来 石先生 今天评说新语的题目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题目是解码2024 提到2024 是不是跟台湾大选有关呢 那么又该具体如何关联 是不是与促统还有逼统有关联呢 完全正确 就我们刚围绕的台湾问题 最终将如何发展 刚才我们讲了好几个 非常重要的观念 首先是合同 目前的状况就属于合同 那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大陆方面还是近 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 希望能够实现和平统一 这就上上千了 对吧 那如果实在是不行的话呢 就后来就发展 我们刚刚讲中间有关于 逼统跟处统的过程 那么最终呢 还是希望能够统一的 我记得在以前的节目里面 我提过康熙皇帝当年 在这个收复台湾的时候 大致上也是经过 这个三个阶段的 对吧 你们回想一下 这个康熙皇帝1662年继位之后 那个时候他很年轻嘛 台湾那个时候还属于正式集团 正式集团跟大陆方面有对立 不愿意接受大陆的招服 而且提出各式各样的条件 而且那个时候 北京那个时候 大陆这个方面都愿意接受 但是后来呢 台湾方面提出的条件呢 越来越高 高到大陆方面不太能接受了 不太能接受的话呢 最终就谈判破灭 他这个中间过程经过了十次谈判 那么最后第十次的时候呢 才重用了四郎 成立了任命四郎为福建水师提督 然后进攻台湾 那就是进攻澎湖 最后完成了统一 那么我们今天对照历史 来看台湾目前的一个情况 目前是属于合同 那么合同接下来 大陆方面是希望有一个谈判的过程 那么但是呢 大陆方面也 我估计吧 也认为今天如果还是民进党执政 那么这个谈判的可能性 几乎等于零 除非有一个可能 我这个可能性也不大 就是美国方面 如果觉得 如果不成的话呢 大陆方面就武力攻台 就要想拖一下时间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美国可能会怂恿或者是支持 台湾民进党当局 跟大陆方面来进行一些谈判 那么来拖一些时间 这种可能性不完全排除 但绝大多数情况之下 大陆方面可能会认为 你这个没诚意的 所以大陆方面可能很希望 2020出现一个新的 台湾的一个政治环境 那么这个政治环境出现的机会呢 肯定以目前的情况来讲 是不会太大的 但是就像我刚刚说讲的 大陆方面总是把这个希望 只要有一丝希望 他就不会放弃嘛 所以我认为大陆在2020 对台湾呢 还是有一点期待的 如果有这个期待 选上了一个 一个新的这个政党 他愿意跟大陆方面进行谈判 而且能够谈得成 那皆大欢喜 两岸之间真正完成和平统一 但实在如果真不行的话 那我相信就回到 刚才讲的反分裂国家 就八条 那么这个形势发展到的 当然也不是我们认为 最好的一个结果 但整个形势是这么发展 所以我认为2014之前呢 应该是台海形势呢 稳定的一个窗口期 但应该是一个最后的窗口期了 这是我个人的观察跟判断 视频拉载金 希望你喜欢 下周同一天再会 太后的窗口期了 íss vi Czy